創意比赛尽在运通 好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今天台北股市还不错 来看一下涨82点 成交量826亿 我想今天的成交量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K线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 这条黄色的线是五日线 再放大给各位看 看更清楚一点 各位有没有发现奇怪 从这个位置 这什么位置 这一天可能大家都忘记了 这一天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为什么很关键 因为在520过后 很少人看好整个波段趋势的行情 甚至在什么 在520之前 我们把假设把后面的K线 我们前面的K线稍微看一下好了 来 我给你看一下前面 其实前面已经跌一段了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一段 凭良心讲 很多在平台整理 我们把后面的图把它盖起来 说实话 后面看好行情的真的不多 甚至在什么 在这个位置 在520的前夕 是非常非常多 你看到的市场的资讯 那个解读 有没有 就两岸关系已经 已经什么 已经决裂了 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各位 这个测标 希望你记下来 当市场上没有机会 当出现绝望的时候 才会有新的希望 这跟我们操作股票的逻辑 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各位啊 你的手中的股票 如果放个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真的有这样的股票 很多人喜欢把股票一直放 一直累积 一直充满着希望 一直充满着希望 那你就什么 你就会绝望 我请问各位 这档股票 还有没有希望 我也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因为已经剩零点几了 剩多少 剩 0.46了 华印 我对这档股票 没有任何的情感因素 我也不是说它不好 我也没有说它会怎么样 我只是告诉各位说 当你买股票 你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当你股票跌超过10% 跌20% 你就要有警觉性 你不要就是说 这个好像还有机会 我们来等等看 它将来会不会变成 第二个什么 上次的华雅科 也是从一块多 两块多 有没有 啪啪啪啪啪 来再看一下 有时候大家都会存有着一些 过去 你好像看到过去 过去哪一档股票 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就想要来复制它 我想也不要看 看了也是很伤感 那我们再回归到大盘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这我已经讲很多次了 大盘其实完全都没有出现 都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其实说真心话 今天826亿 今天826亿 其实是什么 大家市场上 其实大家应该都蛮意外的 因为原则上今天跟明天 因为要过端午节要放四天价 所以今天 外资 竟然 大买 150亿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条绿色的线是什么 是十日线 它也连碰都没碰到 所以呢 你不要再庸人治老 你不要再说老师应该会碰到什么 会碰到哪个位置 老师 这个8840啊 会不会过 会不会过 老师这个点到底会不会过 它有没有过都没有关系啦 真的没有关系啦 我想要请教各位 如果你有本事在三天可以赚十块钱 我再讲一遍哦 你有本事 你三天你可不可以赚十块钱 还是两天你有沒有本事可以赚十块钱 还是说 你两天就赚十块 你两天就可以赚十块 你两天就可以赚十块 来 我请问各位 你方向错误的话 你有没有可能两天就赚十块钱 来看一下它的K线 老师啊 这支股票 哪里这么奇怪 101.5 88.7 101.5 88.7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叫浩鼎 这一档股票叫浩鼎 老师好奇怪哦 630 今天400多少 481.5 再看一遍哦 630 481.5 已经什么 你没有发现 这样短短的时间 就已经蒸发掉150块 老师 正常来讲 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 再看一遍 同一个月份 假设 同一个月份 上来 这个时间差 那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为什么会连续跌了两个停板 那明天会不会跌停板 其实 还是在位置的问题 你买对位置 你记住我讲的 你买对位置 你买到对的位置 就如同我在5月 你可能都忘记了 也没关系 来 我们就当作复习吧 520 我有讲得非常清楚 你有空去看我520 5月20号的带子 我问你说 60块的宏达电怎么操作 那我有没有很鸡婆 一直很鸡婆 非常的鸡婆 我说已经到天边 天花板了 你们不要每一次都干这种事情 什么事情 春秋大梦 梦醒时分的时候 非常的痛 然后又来了 又在复制 那老师这一段 老师为什么你这边看好 那你这边却叫我们不要追 不要追 我告诉各位 你有本事的话 你很有可能两天 你很有可能三天 就赚超过10块钱 那为什么平良心 你看到这个数字叫88.7 平良心讲 我看的是有一点感伤 其实我们的会员 内心是充满着喜悦的 可是观众朋友 你买在100块的那个位置 那会不会非常的尴尬 会啊会有点开始焦灼 开始会有点奇怪 这个股票 我不相信的时候 它就大涨80% 当我相信的时候 当你相信的时候 每一次当你相信的时候 你就来了 你又犯这种毛病 其实我拿这档股票来讲 我对这档股票也没有任何情感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请问各位 生计股 后面的走势 各位怎么看 其实生计股到后面 好的还是很好 不会涨的就是不会涨 会跌的就是会继续跌 这就是现在的股票市场 所以你也不要去想说 老师好像端午节过后 就开始要变盘 那变盘之后往下打 或往下杀 那怎么办 那你有没有去思考一些问题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买 哪一些是被价值被低估 可能在横盘整理 它即将要突破 我先前有拿过这张字卡 告诉各位说 赚大钱 三个秘诀 再看一遍 赚大钱有三个秘诀 资金有效的重压 买在突破 如果你是做多 就是买在突破的起账点 如果你是放空 也是一样啊 一样的道理啊 黄金大量的攻击点 任何一档股票 任何一档股票 它在发动之前 它都有讯号 什么样的讯号 分享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都是看量 五日均量 它要突破月均量 再讲一遍 五日均量 突破月均量 第一天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买点 也就是说 各位操作 你要先看到什么 那个量价的那个变化 量出来 你眼睛就稍微放大一点点 但是你不要每次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在相对低 你绝对是在看什么 看这档股票 这个股票的资讯 它到底会不会涨 它为什么会涨 哦 原来 原来 听说 听说 听说VR不错耶 不错 你应该在这个位置就要有感觉 你在这个位置你就要有感觉 而不是说今天看到跌停板 怎么办 老师 会不会又来复制一次 我想请问各位 那到底会不会再来复制一次 很奇怪 真的投资朋友总是不怕 总是不会怕 其实这一段 这一段 你稍微去看一下 这一段的涨幅实在是有一点奇怪 有一点奇怪 那没办法 市场上永远就是追逐大家 但最兴奋的时候 就是勇往直前 往前冲 可是你却忽略到 其实什么 它本业 本业目前的五月跟六月 它营收 它本来预估大概有百亿的营收 那HTC-10 那欧洲其实市场上卖的好不好 台湾卖的好不好 你有拿HTC-10的手机吗 你去外面市场 你的周遭你亲朋好友 有人拿HTC-10的手机吗 有吗 那个占比有多少 所以股价 没有所谓的什么对跟错 只有你买的位置 你买对的位置 不好意思 你买对了 你就会跟我一样 买到相对的低的位置 但是你如果买到相对高 那你就会开始就开始会怀 今天晚上可能会不好睡 老师这边 这支股票要怎样 我帮你一个忙 你有这档股票的 你打电话进来 我帮你一次 我会直接跟你明着讲 你应该怎么去操作它 那 其实你们可以换个方式做做看 这是我目前 我目前 我觉得你们可以来试试看 你的心不要太大的话 你要想要一个月挑战三成 三个月后如果有机会本事 让各位翻倍 你再看一遍 你的心不要太大 你不要每次都想一支股票 就要赚八成 赚赚五成赚一倍 不要想太多 每一档股票 每一个月 你好好把握三成的空间 三个月过后 你就有机会挑战一倍 电话给你直接通知 电话给你直接通知 我的电话这边通知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差在哪边 叫灵活 很机动性的帮各位调整 股票 绝对是圆的 股票绝对是涨涨跌跌 那如果你是抱着每一档股票 你都抱着是每一支 你都要百分之百 你都要赚 那你就不用打这个电话进来 因为我没有那么神 但是你要的是那种 老师 我觉得我很认同你的理念 为什么 因为你在每一次在介绍 你都会有相对那些字卡 你会来跟我们相交 你甚至你有看好 你看好的时候 你都会讲 你讲了什么东西 事后有没有来 那有没有说到做到 那包括你节目上预告的股票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问你 你会不会跟别老师一样 讲的跟做的不一样 我只要敢跟你讲百分之百实际操作 如果只要是假的 就是什么 全 额 退 废 就这么简单 每一档股票 我一定会跟你预告 我一定会先跟你讲 那当然信不信随便你 你或许会觉得说是真的还假的 我已经强调非常非常多次 我不会去跟别人比细效啦 因为其实各位每天看到的细效 我自己有时候觉得 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夸张 太夸张 好厉害好神 好神 真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神 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 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政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将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每个人都讲得很神很厉害 可是在节目当中 没有一句这样的字眼出现 叫什么 只要是假的 就是全额退费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有这么困难吗 好像很困难 因为别人做不到 来 我今天想要挑战一件事情 因为明天 明天我会举办一些新的活动 那因为举办活动之前 我希望今天先帮你一个忙 我想要先让你赚一点 那你明天有感觉 你二话不说 你就来找我 这是我今天的想法 所以呢 我今天推这张股票 它是双主流 请你看清楚 它刚刚开始要发动 电子 生计 双主流 它刚刚才突破平台 刚刚才突破平台 而且今天带大量 这一档股票 我们稍微暗示一下 它跟这个有关系 跟台积电有关系 来 它跟台积电有关系 你猜得到 你已经猜到了 其实你已经猜到了 这是台积电的走势 这是这一档股票的走势 你有沒有发现 哪里不一样 台积电是这样 它才刚刚开始 所以你不用去追 你跟我买股票 你不用追 而且它是电子 生计 双主流 以后我会再慢慢介绍 这一档股票的一些 一个相关的资讯 那其实第一季 它的营收是历史次高 第二季结束了没 还没呀 今天才六月七号 那可不可以先预告一下 第二季 营收 创 历史新高 信不信谁变你啊 我每次都会讲在前头 我很多时候 有些时候 你每天在收看 可是我也觉得很好奇 你看也没有用啊 你看真的没有用 你看你也不敢买啊 你敢买吗 你每天看我 我每天跟你讲的内容都一模一样 你每天看 你也不敢买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希望你来什么 你来这一档股票 再看一遍 那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照电话的顺序 做优先通知的那个顺序 越早打的 也就是说明天开盘 明天开盘 我们照顺序 谁先打电话进来的 那我们就先通知谁 就这么简单 这档股票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你相信我的 你就打 不相信的 那就算了 我说这档股票 电子 生计 双主流 买在哪边 我没有叫你去追 你放心 这一段时间 你不用去等 你不用去等这样一个月的时间 当然等是很煎熬的 是很痛苦的 同学 这边等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第一季营收是什么 是历史赤高 我先告诉各位 好戏 在第二季 你已经看到我刚刚讲的台积电 台积电都这个走势 对不对 它平台 同学再看一遍 它平台 平台才刚刚突破 创新高 你就会谢谢我 那你认同我的 你认同我的 那中场 中场把电话拨通 这档股票 就让你带回去 我们先休息一下 让买算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几天啊 请用几天啊 五分珠 五分珠 大来专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老公 又在找房子了 对啊 不然等投资客来 咱们就永远要 变成无科包 别担心 报纸上说 房地合一课税新制 要实施了 以后投资个要交很多税呢 房地合一 105年1月日起 不动产的交易 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 来计算所得 课真所得税 房价就不会再被炒作了 房地合一新税制 居住正义新时代 我希望你这么做 因为我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 就是说你相信我的 那你想要先体验 体验什么 体验这一档股票 我真的都有准备啦 真的 准备好了 余老师其实我节目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一定有字卡 我有字卡 比方说我现在跟你讲哪一档股票 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字卡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用所谓的 好像故弄玄虚 好像每天有啊 可是都不晓得是哪一档股票 事实上其实投资朋友在FB或者一些网路 都有一些拆牌的一些社团 他们都很会拆牌 其实我每次怎么盖他们都拆得到 那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如果你认为说 老师你提供我的股票会有赚钱 那我希望明天 我明天有推一个活动 那你就要跟着一起一起参与他 好不好 那今天是照电话的顺序 来做各位通知的一个优先顺序 也就是说 今天你越早打电话进来 那明天在开盘以前 你接到的电话会越早 那你真的是很有心 很有心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你就打电话进来 我真的有帮各位准备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来 电子 生计 双主流 而且他刚刚突破平台 同学 这没有让你等了 明天他量 量补个量 他就往上冲上去了 今天的量已经出来了 今天的量已经出来了 谁买的 告诉各位 第一季营收是创历史赤高 第二季 老师 第二季 老师你这么敢讲 第二季 第二季 还没结束 老师现在还六月份 第二季 营收创历史新高 其实有时候买股票 为什么会赚钱 就是你知道的资讯 你要领先市场去知道 老师 有没有百分之百会赚钱的 有 你信不信 你竟然敢问我嘛 因为其实还是有人会问我 说老师 有没有百分之百会赚钱的 你相不相信 我马上打出来给你看 你信不信 百分之百哦 百分之百 一定会赚钱 好啦 打给你看啦 你又觉得老师真的还假的 可是你买不到啊 来 你有听过这两个股票 六五二三 打尔夫 有哦 有没有 你的资讯要快啊 你如果资讯都比人家慢 你怎么会赚得到钱 你昨天有去申购吗 如果你有申购 因为他申购价是188块 看一下他的股价 328块 你昨天有去什么 先去申购 抱歉 已经截止 那明天要抽 明天抽中的人怎么样 一张一张一张 现赚14万 那可是一定会中嘛 因为抽中的比例太低太低了 那这也是我刚刚讲的 赚钱每个人的方法很多 那有人专门在抽签的啊 我没有骗你啊 很多人专门在搞抽签的啊 就是找一堆人头 然后就去抽 那你也不要觉得说 那抽中一张赚那么多钱 所以看你的功夫啊 如果你是基本面分析 技术面分析 没有关系啊 重点是要赚钱啊 赚钱啊 有没有本事啊 有没有本事赚到10块钱 我告诉各位 我就是有本事赚到1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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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朋友站在收看 我看 我有没有说谎 我有没有说谎 就是操作啊 我现在讲的是谎话 我现在讲的是谎话 老师没贪到10块 没有赚到10块 没有赚到10块 抱歉是赚超过10块以上 你打来找我啊 因为我讲的是 我现在做的 跟我讲的是 是百分之百的吻合 我在讲的内容 就是会员在操作的 那当然那你会觉得说 老师我都错过好多 那你有没有一些低价股可以买 有 当然有 因为有人听到高价股 他就没兴趣 其实操作股票不是低价高价 但是没有关系哦 因为我都知道你们那种心境 那我有准备啊 这档股票真的快要发动 因为我已经讲很多天了 讲好多好多天了 好多天了 自习量出现 明天有机会就上去了 来 这档股票 我已经讲过N次了啦 这都是我们会员的股票 明天 明天就会发动 它是低价股 二十几块的 这档股票一样 谁先打电话进来 我就先通知谁 你就可以买在突破的起账点 电子 生计 双主流 刚刚出量 而且我已经交代过了 它第一季营收 创历史的次高 重点是在第二季 请问各位 如果第二季的营收 它是创历史新高 现在可以买吗 当然可以买 然后提前卡位啊 你不要每次看到数据报告 老师 营收创历史新高呢 不错哦 我告诉各位 你看到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什么 股价 股价早就喷上去了 那平台横在这边 横一段时间 记住我讲的 横一段时间往上发动 它一定是完大的 横一段时间 横一段时间往上发动 一定是完大的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这档股票 打电话进来 就是你的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痛 请用预分珠 吹起听 请用起听 无分珠 无分珠 好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万事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位置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